政府積極發展北部都匯區 推動瀚泛洪水橋現有的棕地重新發展 還會加建新的屯馬線鐵路站 落城之後有望直達市區 不過這麼有遠景之下 泛海面對新地的Yoho West 開出普天同慶假都要面對現實 旗下的匯都要做聖誕大特賣 洪水橋現有的生活配套是怎樣呢 未來又會怎樣規劃 政府積極發展的新發展區 統稱紅水橋下村新發展區 至少分為四期發展 預計新發展區第一期居民 會在2024年入住 等第二期發展完成後 區內主要人口會在2030年入住 新發展區就眼看起來甚具願景 更可以配合北部都匯區的發展 不過屯馬線現在不能直接去到洪水橋 或者更多居民會選擇乘巴士比較直接 在洪水橋輕鐵站附近的住宅 已經是長實與新地在80年代的發展 而生活配套上面都很基本 包括新地旗下的雅山園商場 以及已經臨時三十多年 食環處旗下的洪水橋臨時街市 再向北行就是公營房屋洪福村 洪福村設有基座商場洪福商場 以及新內的街市洪福619 商場有十幾個鋪 暫時都能滿足附近的生活所需 在洪福村附近陸續都會有新的住宅落成 包括剛才說的泛海旗下的匯都 詳細旗下的Leo's 以及房協旗下專用安置屋村的項目 洪橋軒等等 其中匯都會有三萬多呎的基礎商場 而洪橋軒都會有零售的設施 這些發展其實都是位於洪水橋的東面 不過政府真正想發展成為新市政的地方 其實是洪水橋的西面 亦都解釋到為何新興建的 屯馬線洪水橋站會興建一個北梅之地 由政府的發展遠景中 可以看到屯馬線洪水橋站附近 會發展成商業區 斜站旁邊會預留土地 給港鐵發展儲值項目 用來補貼興建鐵路站的發展費用 另外洪水橋站附近都會有 暴行商店街 區域廣場和區域公園 看諾設施方面 在現在的規劃裏面 亦都會有運動場和運動館 避免重蹈發展天水圍時候的覆設 除了看諾設施方面矯正之外 洪水橋新發展區 都會提升私人住宅的發展比例 和天水圍的公營房屋較高的比例打平衡 從而令到自然面上令到洪水橋 夏村和天水圍一帶的公私營房屋比例 拉低到69比31 不過實際上 似乎就無法解決在民生上更加深層次的矛盾 只是在數字上達至73黃金比例 除此之外當然要講更加熟悉的環保運輸系統 洪水橋新發展區將會以環保運輸系統 連接洪水橋東西兩邊 以及元朗南的新發展區 洪水橋新發展區放棄用輕鐵的方式延伸到一區 相信是因為港鐵沒有太大的興趣再發展這門市本生意 新發展區究竟會用哪一種方式去連接呢 會用無軌電車?還是BRT? 在劇德遠景前居可鑑之下 相信都難免對這個遠景抱有懷疑的態度 洪水橋新發展區還會預留多達三分之一的土地 做工業和物流的用途 部份用地會用來發展多層現代產業大樓 用來整合區內的棕地作業 而大樓都會預留部份的面積 用來安置因為重新發展而受影響的棕地業界 政府多年來的重金融、輕工業的取態 已經令本地的工業發展色味 無論是重工業還是輕工業的發展都停滯不前 反而同樣面對土地問題的新加坡 卻沒有那麼側重在發展金融事業上 而忽略工業發展 今次在洪水橋新發展區 積極推動發展現代產業大樓 有一次似乎就是參考新加坡的同類設計 如果洪水橋的發展願景能一一落實的話 有望為未來的古洞北、北部都會區 甚至交以周人工島、樹立好的榜樣 不過香港寫字樓空置對高企 正正反映無論是外資還是中資 都未有在逆後復償大舉投資 洪水橋新發展區的商業和工業願景 能否說服地產商入局似乎有很大的變數 政府預計會在今年年尾展開第二期發展的收地工作 涉及收地的賠償達到90億元 不過受影響中的業界說 政府在重置工作上態度不積極 有關方面提供的臨時用地都不合適 如果最終沒辦法不找到替代的工地 部份公司最終都會選擇結業 洪水橋新發展區似乎實話都未有一撇 但憑各種願景 大家又對這個新發展區未來的發展有多少信心呢? 留言告訴我 就像在這裡一樣